今年巴黎奧運 其實台灣代表隊 因為資格的取得很不容易 所以等下到六月的時候大家就知道 八月份的舉辦 巴黎奧運真的需要很努力 謝謝 現在我們體育局成兩間局長 體育總會 吳胡志祥的市長 還有張富德市長 還有黃建志毛理事 還有我們吳秘書長 還有我們現場代表議會 我們也有主演秘書長 還有阿美議員 還有周一金議員 沈珍東議員 李怡婷議員 還有這個李玉堅的秘書 還有許之春的秘書 還有蔡多華的秘書 還有蔡多威的秘書 還有黃家珍的秘書 還有魯坤穆的秘書 陳定輝的秘書 還有我們這個 林美妍的秘書 還有周家瑋的秘書 還有各位好朋友 還有家長會聯合會 賴理事長 還有我們南區家長校長會 協進會 姚理事長 還有我們剛剛 致志的國城開發 許董事長 其實還有各位理事長 謝謝 謝謝 還有楊中成的秘書 謝謝 其實我們這個 我們的體育 分量 當然就是一個競爭的 就是麻煎的學者相放 另外一個全民運動 希望大家都能夠健康 這個部分 大家記得在2018年以前 只有一個融化 運動 融化國民運動中心 那個是中央的政策 中央只補助 買一個縣市 人口滿20萬的 我們那時候買了20萬 只有融化 後來這個 我們看從黃康市場 把他喬到融化 所以只有融化一個 其他沒了 後來 中央那個計畫 接觸了 就打開 等到我們去做 後來中央的補助 叫做全民運動 一個管補助一一 一個縣市 原則上一個管 所以我們台南市 就只有安聯群 後來再爭取多的 再一個管 再爭取他 西南西南 那其他要怎樣 其他有沒有 嘴巴張開 這樣繼續動 要嘛就是 建設政府自己 他又慌 讓我們是想到 可以跟 許多學校合作 所以我們現在 跟好幾個學校合作 譬如說 鹽水 南柔 譬如說 這個 歸人區 西風區的辦 再來跟 長龍大學做 長龍大學 明年要舉辦 全國大學 譬如說 還有 這個 我們的 南南高尚 南商 這個 我們南區 全民運動中心 還有 在 新化區 就在那邊 大學 運動科大 這樣子 可在最短的時間 就是 其他人 全民運動中 新鮮化區 為 柏沙 新鎮還在蓋 永胖還在蓋 這個 這個 哪裡啊 南區還在蓋了兩年 多了快三年 那所以說 我們趕快先讓民眾 有一個地方 可以運動 所以在一百一十一年的時候 我們在一樓 在樓上三樓 有 這跟南商的座 來做 南區的全民運動 十一座 網球場 每次都爆 所以 要去兵器 兵器 兵器 要去兵器 南道橋 所以我們 很努力的再做 也希望說 像這個重訓的部分 這個管理如果從 國訓中心 國訓國家運動 訓練中心管理 也可以來這邊 走走看看 看到人家 這個差距多少 一個人可以把它去兵器 那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 慢慢 我們把一些城地優化 那跟台南高橋合作 那你看 大家看看那個城地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那可以提供優質的 五星級的服務 五星級也收費了 非常平民 非常親民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就可以 這個 自己可以去練習一下 那大家那個 沙泡 看到你討論 你就把他心裡面想說 你討論的人就打 也希望 我們全民運動中心 能夠 發揮更多更多 來服務 市民 強身 體育 的這個效果 也祝福 各位好朋友 大家謝謝你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接下來